第三題問的是糖類的虛速和的正確 一一看 葡萄糖和果糖分子四一不一樣 分子四相同 為什麼 它們都是C6H12O6啊 所以你看像 H像的描述本身前後是矛盾的 分子四不同 但是碳氢氧的原子素一樣 當碳氢氧的原子素一樣 那不就是分子四一樣了嗎 所以C6H12O6都是它們分子四 它們什麼不同 結構四不同 碳氢氢氧氧素一樣 但結構不同 所以像這樣子的分子叫做 分子四相同 結構是不同 不是就叫做同分異構物嗎 同樣分子四 卻不一樣的結構是同分異構物 好啦 所以這些單糖之間是同分異構物 它們都是六碳氢氧的單糖 都是同分異構物 A錯了 分子四一樣 B選項 葡萄糖是由六個碳和六個水化合而成的化合物嗎 先打大沙沙 這個是大家常常犯的錯誤 因為我們都說糖類叫碳水化合物 就會有人以為它就是碳加水 各位不可能 你把你的那個自動鉛筆的筆心是碳啊 丟到你的飲水中 喝喝看變甜了嗎 沒有啊 碳加水不可能變成糖 不可能 所以其實碳水化合物是它的分子是看起來像這樣子 但事實上根本不是 所以知道有些學者覺得 不要再叫它碳水化合物了 會造成一般民眾的誤解 好 那因為這邊還沒交 所以我略提一下 那到底葡萄糖怎麼來的 我們都知道是光和中來的 光和中是拿二氧化碳當原料 所以如果今天這句話改好一點 碳怎麼 葡萄糖怎麼來的 是二氧化碳組裝來的 不是碳 而這個二氧化碳怎麼來 它會跟氫離子跟墊子去形成葡萄糖 我發現 根本沒有水啊 也沒有碳 是二氧化碳 而為什麼寫氫離子跟墊子 這是光和中的過程 我們今天不能講 那是第二章的 好 所以簡單的說 碳水化合物不代表它是碳加水 它的原料是二氧化碳不是碳 是這樣 所以這個B是錯的 它故意考這題就要大家釐清 不要被碳水化合物這個名字呼弄了 好 B是錯的 C選一下葡萄糖是單糖 麦芽糖是雙糖 所以雙糖的分子量應該是單糖的兩倍吧 不是 我舉例哦 葡萄糖的單糖分子是C6H12O6 對不對 可是麦芽糖的雙糖不是C12H24O12了 是C12H22O11 為什麼記得 單糖要乘二 記得扣掉一分子的水 所以實際上雙糖的分子量 並不是單糖的兩倍 是兩倍後扣掉一分子的18水分子量 所以並沒有剛剛好一半 所以吸錯啦 好 珠選項 多糖類的間結 跟它是儲存性多糖 還是結合性有關 對 各位 而如果單糖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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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在一個很長的 長的碳裂 這個分子叫澱粉 它可以容易被切斷 所以澱粉可以被分解 它叫儲存性多糖 必要時可以分解它產生能量 但是如果今天我的排列方式是像這樣子 啊 這很像澱粉啊 可是它排列整齊 而這些分子跟分子之間出現很密的 清漸 哇塞 那就不一樣囉 所以如果它的結構是排列很整齊 清漸雖然是弱漸 但是它排了很多 所以聚砂成塔聚少成多變得很強硬 這個分子很難被切割 所以結構性多糖很難被分解 才能當結構 所以結構性還是多能性 還是儲存性多糖 是來自於你的間結形式 可不可以被分割 被分解 所以大家 全世界最難被分解的有機物 就是纖維素 它真的很難分解 絕大部分的生物體無法分解 只有少數生物 有些細菌 有些生物 例如蟑螂 蟑螂跟它肚子變得共生為生物 就可以分解纖維素 所以蟑螂可以吃木頭吃紫 好 所以珠選項是對的 與結構 結構決定性質 性質決定功能 完全符合 所以珠是對的 好 一選項 哎呦我們的糖 可以寫成Cm 瓜乎H2O 瓜乎M 這就是為什麼它叫碳水化污的原因 因為它的分子是真的長這樣子 所以會讓別人覺得好像就是碳加水 所以前面都對哦 先打勾勾 它的分子可以寫成這樣的解釋 錯在後面 就是它舉的例子 例如去氧核糖核酸 為什麼不對 去氧核糖核酸是DNA DNA不是糖類 它是核酸類 又不是糖 所以一錯在 例子舉錯了 前面表現得好好哦 結果例子一出來就錯了 好 所以各位考慮一下 有時候有些人在寫檢查題 最後舉個例子 就前面寫得好好哦 結果例子完全舉錯 大扣分 好啦 所以例子舉錯了 一選項 要不要 什麼 好 進行 進行 進行